不是 邱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地方 看起来像一个国家 但是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不是呢 林博士 会跟我们解释 其实台湾还在占领中 因为这个占领的结束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是什么 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府啊 对不对 是邱华民国过来这里 所以鸭子就没有办法成立自己的政府 所以这个也是我悄悄说的 很多台湾人有机会到美国去 有的也有机会到百工啊 国务院啊 其他的参议院 国会啊 有机会跟官员讲话 为什么他没有讲最重要的话 最重要的话是什么 1945年10月你美国把中华民国带到台湾呢 你带来呢 为什么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 你没有过户给他 你应该把这些人带走啊 你为什么没有带走啊 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啊 这个是我们要跟官员沟通的 还有我们随时要记住 如果你要解决所谓台湾问题 你讲 浅水扁的那种话 是永远要跟我们解决 他说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这 就不对啊 刚刚好几位就有抢调句点 台湾是台湾 对不对 他们是过来这里啊 他们是过来这里他有点霸占的心思 那个国际法叫占领 这样就不能把这两个挂上等号 这样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解决的答案 所以很多人就说美国国会 他几个老的那个委员 他们或是 他这些人都在哭说 哦 他是台湾的朋友 但是严格来说那个人不是台湾的朋友 他是中华民国的朋友 他会支持中华民国 他不是支持台湾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要能够分清楚 将来才有 才有办法去解决台湾问题 那个社会被我们相信分析 还有 另外 我的问题 因为 写很多那个英文的 有的人看不懂英文的 他把我英文文章拿来 赚张取义和 把别人的话说是我说的 这个不对啊 所以 我曾经分析过 美国 各个总统 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那别人 会说 这个话是我说的 那这样也不对 这样也不对 我们有 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是 台湾有钱不对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简单的讲几句 呃 我们等一下请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 李博士来 帮我们进一步分析 好 OK 谢谢